Hello 大家好 你聽的是和理漢天下 這一集要繼續和大家講美國總統選舉 我今早一起來收到好多網友的留言 說特朗普已經輸了 我覺得奇怪 沒理由 昨晚我臨訓之前 仍然看到好多特朗普法律反擊戰的消息 工作一路進行 雖然有些地方不是那麼順利 但是沒理由一夜之間就認輸 我再看真點 原來好多網友誤會了 因為今天賓夕凡尼亞州的最高法院 駁回了共和黨的議員 凱莉 Mike Carey的申請 Mike Carey就入賓夕凡尼亞州的最高法院 要求撤銷 拜登在那個州當選的確認 但是這個申請就被賓州的最高法院駁回了 其實Mike Carey他要求的是什麼呢 就說賓州那裡是未經州的州議會通過 就已經開始進行那個郵寄選票的很多安排 這是違反憲法的 所以他就告上這個 賓州的最高法院 但可惜現在賓州的最高法院 就完全未正式聽審 憑普通的資料就已經駁回了他這個要求 賓州最高法院他就沒有很詳細的解釋 他就簡單點的話 就現在才提出這個訴訟是不合適的 因為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你一早就應該在他進行這個郵寄選票的安排的時候已經提出 但這個說法其實有問題 因為他是假設了你是因為選舉的贏輸 而去作這個申請訴訟 而他沒有想到這件事本身是不是違反憲法 如果這件事本身是違反憲法的話 你就不要理會那個人申請這個司法覆核的動機是怎樣 如果那件事是違憲的就是違憲 不違憲就是不違憲 現在這個賓州最高法院 就先以動機先行 先假設你是因為輸了不算數 不肯不認帳 才做這個司法覆核 其實在法律上都未必完全講得通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現在賓州最高法院又作了這個決定 原本我就以為共和黨一個很出名的律師 一個法律界的人 克魯茲會出手 因為克魯茲已經出聲 如果賓州最高法院是接受這個司法覆核 接受申請 他是願意代表共和黨代表特朗普出庭的 克魯茲就不是野小的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律師 而當年小布殊競選的時候差千幾票幾乎贏到 就打官司打上最高法院 結果就終於打官司贏了 大家都記得這件事 而當年克魯茲也有份參與這個官司的訴訟 大家可以見到他是有經驗的 他當年很年輕 已經打這類官司 現在輪到賓州拒絕了這個司法覆核的申請 對特朗普的團隊來說 無可否認都是一個小的錯節 這是肯定的 我們沒得不認 但是這樣 一件不好的事之後 又帶來另一件好的事 是怎樣呢 就是德薩斯州向美國最高法院控告四個搖擺州違反憲法 選舉違憲 在美國時間 昨天12月7號的午夜 美國德薩斯州直接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控訴 告什麼呢 告喬治亞州 密茲根州 賓夕凡尼亞州 和威斯康真 四個州的選舉程序有問題 是違反憲法的 德州申訴 他們違反了憲法之中 規定選舉人條例 違反了這個條例 因為這個選舉人條例說明 各州要通過州的立法院行政措施 去訂立這個選舉規則 現在這四個州 訂立了很多關於郵寄選票的規則 而是沒有經到州的立法程序 如果你這樣的話 那就造成很不公平了 而且 德州的提控也說 同一個州 那四個搖擺州 那些州裏面 不同的縣 投票規則都有差異 那又有問題 違反了憲法裏面 平等保護的條款 即是你沒有理由 在一個州裏面 這個縣 又這樣做法 那個縣又這樣做法 那個縣都不同做法 選出來的那個代表 就沒有了合法性和代表性 大家可能奇怪 覺得 為什麼有什麼理由德州可以告其他州的 州和州之間都會打官司 原來會的 是可以的 這個你聽到是非常合理的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是聯邦制的 雖然每一個州基本上都是相當之獨立的 但是大家一起就合起來一起選一個總統 選了出來的美國總統 他的施政 他的決定 是影響每一個州的 人人人都有分手影響 現在你那些州 選出來的代表 你們推選的代表 是不公平地產生的 是違憲地產生的 不要說那些選舉過程的舞弊 不說先 你本身那個人 你的選舉人 就是違憲地得出來的話 這個有問題 你亂選一個人 然後 你選出來那個人 然後我就要去承認結果 然後影響 影響我州 這個就似乎不行了 所以他們用這個理由 就告上去 好了 一告告上去 我即時已經想了 其他州會不會都可以這樣做呢 啊 話口未完 佛羅里達州 路易士安那州 南達科他州 肯塔基 密西西比 南卡萊羅納 阿肯息州 這七個州都參與這個這樣的訴訟 一樣告那幾個州 那四個搖牌州 是違憲地產生的選舉人 即是說就算他確認了選舉人之后 其他幾個州都提出這個訴訟 頭頭尾尾就八個州一起參與 這個官司拖下去拖下去又有排打了 好了那之前不是說很多死線的 又是12月8號要確認得什麼 12月14號要確認什麼呢 那一講講講大家發覺 他顯然確認不到的 如果在確認不到的情況下 強硬來是都要說拜登當選 恐怕這個爭議就更加沒完沒了 更加大 不知搞到什麼時候 所以現在看來這些 法律的官司仍然會繼續前下去 最少前到一月 好了現在的問題又來了 這個只不過是眾多 特朗普的反擊招式裏面 其中一個 這個就是打違憲 大家記得 我們之前 幫大家疏離了現在的局面 第一就是官司 打違憲的官司 第二就是打關於 選舉過程的舞弊的官司 第三就是 其他那些濕濕碎碎 就告某一些人 會不會叛國 在這個過程裏面 那些人有沒有問題 這是另一種官司 好了現在的情形就是 違憲的部分 但是這個部分 還有那麼多工作未完成 只不過是賓州 被撤銷了提控 那裏是遇到錯節 而其他州 這裏遇到錯節 其他州馬上幫拖 又有繼續類似的行動 總之你每一個州的最高法院 都要解決這些 這樣的爭議 一路繼續這樣處理下去 然後當你說 違憲的部分沒有問題 大家要解決 究竟選舉舞弊的過程裏面 有沒有問題 即是說 始終法院都要面對這些問題 就不是那麼容易 就憑現在在 未正式開庭的情況下 就那麼簡單推翻 不接受你的 訴訟申請 這樣就可以算了 總之來到這裏 如果繼續由法律的方式去反擊 就希望爭取到 全美每一個州 都是由州的議會 的眾議院那裏 用一個州一票的方式 去產生這個選舉人 然後就再由他們 選出美國總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特朗普能夠成為美國總統的機會 就大了很多很多 整個局面就是他們現在的方向 之一 但是如果這個方向不行的話 還有其他的方式 我之前都講過 其實包括了 最後最後的絕招會不會真的出到 反叛亂法 然後 再重新點票 或者重新核對選票 這個都不排除過可能性 不過我之前又做過一些分析 說美國人究竟在這個方面 是怎樣取態 現在未算是很鮮明 未算是很明顯的 但我講這個分析出來 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 又撲進來罵我 其實大家不要罵得那麼心急 我只不過是 就著以事論事去分析 這個可能性這個步驟做的時候 美國人的反應可能會是怎樣呢 就不一定是好像我們自己這樣想 我們作為香港的人 我們一定會覺得 這樣很合情很合理 是一定應該的 但美國人是不是一定願意付出這個代價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血的代價 都不定 但不要緊 我都知道有些人很著緊的 很容易 一下子就反應得很激動 然後衝進來罵他 因為罵我們這樣的評論員 是沒有代價的 沒有成本的 來罵一下就很過癮 反正我又不會刪他們的留言 這樣 好了 去到這裏 我想說給大家聽 一些其他有趣的事 大家都記得 就是喬治亞洲那裏 發現到一個神奇的閉路電視片段 有幾個人 夜半三間 拿票箱出來 拿個手提行李箱出來 點票 去scan票 好了 現在這件事 就有少少的跟進 就是 四個人裏面 兩個已經找到了 現在第三個人找到出來 就原來是這個 那個沛爾頓院的選舉局的一個官員 他叫Jones 他叫Senior Senior Jones 他叫老中司 這個老中司的辯解 那天為什麼叫所有人走呢 他說其實不是點票停了 只不過是爆水喉 爆水管 爆水管他就叫人走 爆完水管他就開始點票了 這個說法這樣都行 但是有些人很快就查一查 打電話就去問喬治亞洲 相關的 水務工程的部門 當日有沒有爆水管 他說 沒有收到人說爆水管 沒有這件事 總之 現在這個閉路電視片段 他就不斷地解釋 這些解釋 完全沒有一個足夠的說服力 但無論怎樣都好 在那個州 喬治亞洲就越揭越多 關於州務卿和州長 和某些國家千絲萬縷的關係 利益糾纏非常之深 這個就是我們慢慢 一後再繼續和大家跟進報導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和理看天下 請你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 記得按下鐘仔 如果有廣告請你也支持一下 看一看 另外我們Patreon開通了 如果大家覺得可以支持 又支持一下我們 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